大理区南门桥头的祥贤宫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不过遭人检举违规占用水利地 法院判决确定 庙方需支付上百万元的使用补偿金 但庙方苦无经费支付 三合局最近失作围离 封闭庙宇 禁止民众进入 造成寺庙香火及社区相关活动被迫中断 面对这样的结果 信众只有不舍和感慨 商炉、神桌等物品依旧 不过现在由于被违离阻隔 已经出现了灰尘 这里是大理区南门桥头的祥贤宫 因为遭到人检举违规占用水利地 而经过水利署三合局移送法办 并且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之后 而遭到封闭禁止进入 因为这个场所原来是所有这个礼里面 唯一的聚会的祭典 因为这个礼没有 它没有办公室 也没有那个活动中心 所以每次有什么公益的活动 或是前级 或是其他政府需要的 那聚会 宣导 都在这里举行 在这些地方人士的 这个大家的经营之下 有了这一个地方的信仰中心 但是无奈 有的民众去检举 让我们这一个公也关起来了 这一个土地也放会了 冲办人陈昌霍表示 祥贤宫当时设信众集资一专一把新建 主要是供奉宝神大帝 文昌帝君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而多年来庙方更持续从事公益活动 也是地方举办社区活动的场所 现在却遭人检举 而自己年岁已高 加上当初的捐款建庙人 有不少人已经往生 无力支付上百万的使用补偿金 就像这样 我现在政府就有需要这个 叫做了 这个是听到用的 我们也没资产 给政府租 没有赌 虽然是依法执行 希望有一个 就是开了一个方便之美 让这个礼民 能够在这里 有这个宗教的民俗活动 譬如说拜拜 让他们的信仰 能够继续传承 现场还遗留许多照片 已经扁了等等 不少具有历史意义 十分珍贵 而地方也希望能够设法保留 目前详险宫管委会已经解散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令人觉得无奈跟感慨 继续修丰 台中采访不到 希望能够 少论